大家早 禮拜六的白天好好出去遊玩 尤其天氣形態來說 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全部都是天氣勤 那東半部地區只有零星的降雨 不過禮拜天以後開始 我們的陣雨狀況 在東部地區開始要增多了 就來看一下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 我把未來一週分成四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六日兩天來說 東部北部會飄點雨 西半部地區天氣勤 禮拜一以後開始降雨狀況逐漸增多 因為最主要我們的東南方 有颱風系統 將要逐漸往北移動 而在週二跟週三要特別注意 這個颱風主要的影響 是在雨的影響比風的影響要大 北部東部要防雨 而且防的是強降雨 防的是好雨持續的發生 因為會有共犯效應出現 而到週四跟週五颱風遠離了 北部的低溫 就會因為東北風關係 降到二十二度的低溫 所以禮拜一的颱風 要接近山邊 海邊 請你別靠近 我們就來看一下色調強化的雲圖 先來看到今年的颱風十七號 在現在目前的走向來說 逐漸的朝著日本方向走 不過這颱風很快就會減弱 因為他到了高緯度 強度就會減弱 但在今天到明天 他會有個藤原效應下來 使得我們東邊的這個熱帶低壓系統 會往南的方向移動 而到了禮拜天以後呢 這個北方的系統 跟北方封面結合完以後呢 消失了 那這個系統又會開始逐漸在轉北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動態的雲圖 動態雲圖當中可以注意到 在我們臺灣上空 最主要呢 因為今天早上有點水氣通過的關係 零星的降雨狀況 在北部地區有點機會出現 但北方高壓 仍然有一點微弱東北風 竟然但颱風系統在今天的時候呢 將發展起來 時間點在今天下午 之後呢 水氣的發展將會逐漸開始往北移動 要特別注意是在我們東方的海面上 因為這個時候呢水氣進入加上北方冷高壓下來 共辦效應會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出現 接著就來看看他的前視圖了 從前視圖上可以看到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到禮拜四就走掉了喔 禮拜四就快速地往北移動 因為導引流明顯 但在週一 週二 週三 這移動速度很慢的過程當中 帶進來的水氣 再加上北方高壓的弱冷空氣影響 會使得共辦效應在我們北部地區 會變得非常的明顯 山區好大雨的狀況 低洼地區朋友要注意 山洪爆發的狀況 也有可能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要發生 所以呢 這個颱風最主要影響 就是在於雨的影響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氣圖 可以看到兩個系統呢 目前來說 今天晚上還是有藤原效應下來 使得這個系統到了明天白天 才會開始往北移動 接著就來看看今天的溫度了 白天出遊去西半部地區天氣輕了 東半部地區有零星的短暫雨 今天的雨並不多 而在外島地區來說都是多雲時勤的天氣 小丁丁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在於山區有物啊 山區行車的朋友要注意 還有海邊的風浪大 海邊活動的朋友要小心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記入咖啥